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栋小楼呢 外部戒备森严 鹤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安全情况 别说是可疑人员 说得夸张一点 一只苍蝇蚊子也很难突破他们的防卫 而在小楼里边则是另外一种场景 一百多位设计人员正在不分日夜的忙碌着 从他们熬红了的双眼里边可以看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 尽管如此 他们的精气神却非常的高涨 兴奋之情易于言表 资料室里堆放的就是他们这几年来的辛勤成果 总重量超过一吨的图纸 到底小楼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为什么要画这么多图纸 让他们如此高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揭开这个谜底 那就不能不提到咱们中国的几段屈辱史 首先是1840年 英国人携奸船力炮 揣开了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 当地自用的天朝军臣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山外有山 第二次是1894年 一直仰视中华文明的日本人在甲午海战中居然把北洋水师打成全军覆没 从此开始对中国长达50年的侵略和蹂躏 第三次是1950年6月25号 美国第七舰队悍然进驻台湾海峡 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封锁 虽然后来咱们在朝鲜战场上 用英勇的战斗精神和辉煌的战绩狠狠地打了美帝一记耳光 可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军事工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 海军实力不济 仅有的几艘小舰艇根本无法与强敌抗衡 这又直接阻碍了我们对祖国保岛台湾的收复 留给每一位炎黄子孙心中不尽的伤痛和遗憾 俗话说 官金一箭骨 五骨不成金 血的教训和惨痛的经历让我们认识到 一个国家即使疆土辽阔人口众多 如果没有自己的国之重器 那就只能是任人在够 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对于捍卫新中国的国土和海洋安全至关重要 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国海军提词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051型导弹驱逐舰上再次为中国海军提词 在两代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关怀之下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军舰从购买到仿制再到自己研发制造 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之路 逐渐成为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1974年初 人民海军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西沙群岛和南越海军干了一仗 虽然依靠灵活的战术和勇猛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我们舰艇的吨位和装备却远远比不过对手 更别说那些传统的海军强国了 如果我们遇到了更为强劲的对手 很难保证可以取得完胜 尤其是1981年 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研发并装备了一种全新的武器系统 这就是所谓的宙斯盾 宙斯盾可不比一般的武器系统 它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就是贵 到底有多贵呢 我说出来您别吓着 每套系统里边即便不含导弹 价格就超过了两亿美元 充分体现了美国财大气粗的土豪本性 第二个特点就是强 这种系统将所有的侦测指挥管制和作战系统全部整合在了一起 战斗和防御效率成倍提高 秒杀当时一切海上对手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啊 在中央军委的决策之下 052型导弹驱逐舰项目应运而生 这个任务可谓是艰巨异异常 不仅没有现成的母舰可以参考 而且甚至没有任何图纸可以借鉴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几位牛人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的导弹驱逐舰追赶之路肯定会绕一个很大的弯子 至少是没有现在这么顺利 这第一位牛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号称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的潘敬福 他被任命为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总设计师 咱们节目刚开始那一幕 正是潘敬福率领大家在设计军舰图纸 说起潘敬福 那绝对是一个拥有着超出一般人的远见和视角的帅才 他根据我们国家科研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 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计思路 不过这个思路一经提出 顿时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什么呢 咱们下节说 上节说到潘敬福对于052导弹驱逐舰的设计 提出了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叫做超进路弯道超车 不明白 说到底是这么回事 引进别人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比如说动力装置是导弹驱逐舰的心脏 当时国外先进的导弹驱逐舰采用的是燃气轮迹 而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采用的是蒸汽动力 导致军舰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潘敬福决定在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动力装置上使用国外设备 可没想到他的想法一提出那就炸开了锅了 人们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嘲讽到 如果设备出了问题难道让外国人来解决吗 对于这些质疑潘敬福淡淡一笑 他当然知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的道理 更加知道自己这个提议潜在的各种风险 其实他早就胸有成竹想好了应对之策 第一条措施 反正营生的系统设备都有国内的技术智能单位 第二条都要国产化 因为营生的技术智能单位就解决这个发生的问题 由这个国产化就解决你这个背评背评 你不关注背评背评 我以后我自己都是用国产化的设备了 潘敬福的坚持极大的提高了052件的机动性 也一下子让我们国家的装备技术水平 迈上了好几个台阶 今天看起来这场争议风波 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可在当时潘敬福却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他完全可以为了求稳 只使用已有的成熟技术 不过这样原地踏步又怎么可能 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又怎么可以在面对强敌之时战而胜之呢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潘敬福身上那种为了祖国的利益 不计个人荣辱和勇于担当的大气魄 大情怀 在潘敬福的主导下 设计专家们以系统工程观点 更新设计理念 把国内新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 有机的组合到了一起 经过几年的努力 052舰的设计图纸呼之欲出了 图纸有了之后 接下来呢 就是建造 那么哪一个造船厂将会有幸 接受全新的考验呢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江南造船厂 它在1865年洋务运动期间建立 我国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 都是在这里制造的 辉煌的历史 让它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 建造052导弹驱逐舰的历史任务 当然就落在了这个百年老厂的身上 所谓舍他惜谁啊 对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江南造船厂当然是高度重视 他们特意委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负责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牛人 他叫陈开国 陈开国是一位资深造船人 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 三十出头就曾负责051型驱逐舰的总体建造工作 接到建造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新任务之后 经验丰富的陈开国心里就像是开了锅一样 不停地翻腾啊 这个总体的部市长 052年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内含有很大的区别 它动力装置也很大改变了 那武器系统也很大改变了 总体性能也有很大改变了 尽管难度很大 陈开国却毫不畏惧 因为但凡有所成就的人都喜欢挑战 可是眼看着离开工的时间越来越近 图纸还没有到厂里 陈开国心急如焚 国家给江南厂那是规定了建造时间的 总共不到五年 对于建造一条全新的高规格军舰来说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过仓促 沉不住气的陈开国 没等到正式开工日期 就开始一次次到设计所催要图纸 陈开国心里着急 负责图纸设计的专家们也着急 毕竟这是一次全新的设计 需要全盘考量 不可操之过急 而且任何图纸的出炉 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 陈开国很清楚绘图的严格程序 但作为造船行家 他很清楚时间不挡人 性格倔强的陈开国不思辛苦 一次次到设计所来催 设计所非常理解陈开国的为难之处 思来想去为了更好的提高效率 他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们蓝图来不及做好 他们先把草图给我们 我们把设计人去 把他们这个草图还没好的图面上面去兴起来 就是我们就记下来 我就带回来做 1989年9月 052驱逐舰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 上敦重的设计图纸终于陆陆续续 运到了江南厂 9月8号 江南厂宣布052型驱逐舰建造 正式开始 就在工人们满心兴奋的开工后没多久 一个麻烦 这个麻烦对于建船来说至关重要 要是解决不了 将会造成建毁人亡的危剧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麻烦事呢 原来造船用的钢板出现了质量问题 造船所用的钢材由多家工厂生产 为了保证质量 也为了追溯责任 江南厂对道场的每块钢板都做了详细的编号 其实每一块钢板在出厂前都已经做了严格的检测 但到了江南造船厂之后 他们又再次对每块钢板进行了负检 所有指标都要必须达到上线标准 虽然这么做加大了工作量 但是有效地保证了钢材的合格率 也逼得钢材提供企业必须全力以赴 狠抓治理 这个片号上都给他记载的 你这个钢板的属性 是哪个炉号 哪个批号 哪个钢厂提供的 一旦我查出来这个钢板有问题 我看马上追溯到 有哪几个零件非得换 时间不等人 开工之后 陈开国基本上是泡在船台之上 每天除了睡觉 就是检查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工艺 在所有建造者的辛勤努力之下 一年之后 052巨大的船体已经出具规模 这边陈开国忙得不一乐乎 而另一边潘靖福也没闲着 他建立了陆上试验场 亲自主持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部件 也就是电子和武器系统的对接调试 可是没想到竟然一下子发现了三百多处问题 三百多处问题啊 而在这其中最让潘靖福揪心的是电子干扰 052型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 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 这在实战当中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电子干扰在战争当中的影响 有的时候是致命的 这在实战当中有着血的教训 1982年 英国和阿根廷曾经为南大西洋上的 马岛归属问题爆发了著名的马岛海战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战争当中 强大的英国海军会因为一次小小的电子干扰 遭受重创 海战之前英国方面发现 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警戒雷达干扰了卫星通信 为了确保与本土联络通畅 不得不暂时关掉雷达 而关掉雷达的驱逐舰 恰好被敌军的飞鱼导弹一击致命 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因此成为二战后英军损失的第一艘战舰 这一起距离当时时间并不久的惨剧 给052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敲响了警察 然而要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应该有专业的电磁干扰实验室啊 但是在那个年代 我国还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电子系统 根本就没有专门的实验设备 很多环节只能依靠土办法 参与实验的都是专业人员 他们清楚的知道舰艇上的各类天线功率都很高 电磁波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 但面对国家交付的光荣任务 他们没有一丝的抱怨 经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检测 大部分问题都在现场对于解决 1990年秋天 持续200多天的路上连条实验结束 设备达到了上舰标准 潘敬福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边问题解决了 江南厂那边又遇到了麻烦 原来在挺身建造当中用到一种新型钢材 由于性能比较特殊 所以用传统的焊接工艺和手法 很容易产生裂缝 海上天气变幻莫测 海水的力量又难以琢磨 因此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 就可能导致船毁人亡的残剧 难度就是裂缝 强度高 它一般的这种材料 强度要抵瓶子这样 这种一般性钢的2.5倍 强度越高 加的元素 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 越多以后它的可汗性越差 越容易越疯 刚刚说话的这位呢 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位牛人 他叫刘维新 号称江南汉王 从来没有什么刚才的汉接问题 能够难倒他 那么这一次他的一双妙手 能不能成功地破解汉接难题呢 重压之下 刘维新开始尝试各种办法 以解决钢板裂缝的问题 上节说到新材料的焊接造成 钢板出现裂缝 经过研究 刘维新发现 问题的关键不在焊条 也不在焊丝 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之上 在焊接工艺中 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 一般都要放置焊接秤电 以确保焊接到位 焊缝平整 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是这个秤电 一般的钢 我把这个秤电拉开 拉开以后 你看肯定好 这个钢不行 秤电和钢板要压实 一点没有风 这到后来就成功了 为了这个 一点点的这个秤板 后面有没有间隙 就搞了两三次了 依靠过硬的焊接技术 刘维新终于解决了汗风的问题 但在军舰建造过程中 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军舰结构十分复杂 空间又很狭小 船体建造和设备安装 是错落展开的 而052型驱逐舰 采用的是先进的 柴燃联合动力装置 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应用 这个设备的安装 是对052驱逐舰建造人员的 又一次重要考验 在动力设备安装中 有一项核心技术 叫做轴系对中 它决定了轴系 能否安全可靠的运转 如果说动力设备 是建船的心脏 那么这项技术 就好比心脏搭桥手术 甚至还要复杂 还要更加精细 采用机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这个速度很快的 你看它快了 如果稍微 你轴系装到并不是太好的话 那就这个轴枕 周瓦介绍了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之下 动力设备完成了安装 但是是否达到工艺标准呢 还必须经过严格检测 按照规定 轴系位移的误差 不能超过0.05毫米 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 安装就宣告失败 夏天是最佳检测时间 白天温度超过35度 晚上12点以后潮汐上涌 水流中的船体温度急剧下降 一冷一热 对发动机的轴系 是一个严峻考验 动力装置成功安放后 随着舰楼的逐步成型 下一步就要安装复杂的武器系统 052型驱逐舰的舰楼上 有几十种重要的武器装备 在实战中 这些武器的使用过程 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量 而且武器系统 必须要经受复杂的海洋环境 和天气情况的考验 如果在安装时角度稍有差错 导致武器系统失误 后果就不堪设想 炮啊 反潜的雷啊 鱼雷啊等等 都要针对着一个机枕平台 它的这个误差范围是很小很小 角度的误差是像秒的 所以说是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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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 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 浮米 丝米 时间上用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 说白了 那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呀 难怪有人说造军舰 那就是在钢板上绣花 在建造过程当中 曾经发现啊 浸扁钢表面有些微的折痕 用肉眼甚至都无法看到 江南厂专门组织了20个人 每个人发一放大镜 一点一点查找 打磨折痕 花了两个月时间 终于是排除了所有的隐患 随着军舰的舰体逐步成型 建造工作越加艰难 狭窄的舱室 品类繁多的设备和管线 大大挤占了操作空间 给刘维新和他的汉工团队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这么狭窄的空间 汉工们甚至连进入都十分困难 有的时候就爬进去的家 像手一样爬进去 爬进去一个人在里面 蹲着 冻在里面看 我们一个电汉工 在里面做电汉做半小时 然后出来夏天的时候 出来它的鞋子里能够倒出水来 有的时候小的地方 如果含两汗的话 火星就在头上的 就是头上咯啦咯啦下来的 我们身上都是 像我这个上面都是板 这后面都是藏的板 1991年 中国第一艘新型导弹驱出舰 052型首舰 船台建造完成 成功下水 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试验 调试和改进 终于达到了设计之初 所要求的全部技战术指标 它庞大的舰体优美洒脱 舰手巨型舰炮怒至前方 舰载防空导弹 昂首舱雄 舰体中部有四座双连装反舰导弹 胡适丹丹 舰尾则有海豚直升机 折服在甲板之上 震翅欲飞 远远望去 预警 火控 导航等各型雷达天线密布 错落有致的高耸在舰体上 寒来时往 052舰从设计到交付 一共历经了十个春秋 十年对于人生来说不算短了 十年对一个跨越时代的工程 则充满挑战和艰辛 对于这些辛勤的科研人员而言 这是见证他们梦想得以实现的一刻 这艘舰艇最终被命名为哈尔滨号 被部队官兵誉为中华第一舰 1994年5月 哈尔滨号正式开始服役 雄伟的军舰凝聚着很多参与 设计建造的军工人的心血 尽管多年过去 但战舰在码头威俄助力的纳迪克 始终让他们记忆有心 那小公园已经梳妆打扮带人 马上就要出嫁了 所以很漂亮 终于看到自己轻手画的图字 郭忠官的计算都成现实了 成了一艘舰啊 就无上高兴感到很高兴 非常高兴 铝花兴就这么少 这条舰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现在取得了这样好的一个成果 不容易 外国也很少了 因为想想多少年了 差不多十一年了 终于看到有一个成果了 集中肯定记得了 哈尔滨号开始服役之后 曾多次漂洋过海 多次参加联合军演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面貌 中国海军从蔚蓝走向深蓝的梦想 在哈尔滨号的身上变成了现实 转眼又是二十多年过去 今天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 装备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纪战术指标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成为我国国防能力跃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个个震撼的化人员 站着无数执着奋斗的中国军工人 可以说他们每一位都是牛人 是他们用一生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身影 拖起来我们共同的骄傲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咱们下期再见